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是過來人 二十幾歲的時候我不瞭解 現在到了二十乘二 我可以比較體會 因為二十幾歲的時候真的 因為自己什麼都懂 媽媽你懂什麼啊 我比你還懂 每個小孩心態都這樣 不是只有我家的大高 所以我付出查案的代價 所以我現在還在付學費 你跟爸爸結婚幾年了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了 快要五十年了 你要怎麼看 因為他們在一起那麼多年 當然啦 有吵吵鬧鬧什麼 每一個家庭都有 但是最終他們感情還是好的 他們到現在還會手輕鬆 蠻好的但是也蠻好的 就是 我羨慕了 就是你怎麼去挑選一個伴侶 給我自己來講 最重要就是 外表 外表的一個 貼給我爸的照片 因為我叫我爸也來 他說他不要他害羞 不是不是 外表是因為要自己看著順眼 要看著對眼 並不是說要好看與否 或是英俊瀟灑 弄到很少 我爸年輕都超帥的 那當然他是帥 沒錯 請給我爸的一個年輕 他們放這裡 像梁朝偉的那種帥 很帥是沒錯 但是我第一個印象 我要看這人看著順眼 所以外表對我來講很重要 第二呢 這個人的個性呢 要大方 什麼叫大方 你是說花錢嗎 也不是光是花錢 就是說你跟他在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去體會到 比如說這個人會不會小心眼啊 或是這個人他比較大而化之 對事情不會這麼的計較 計較很重要 如果每一個人很計較的話 哦呦 那我看著沒完沒了了 每一件事情他都要跟你兩個來 去爭個長短 這就 其實我媽講這個很對 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是過來人嘛 二十幾歲的時候我不瞭解 現在到了二十乘二 我可以比較體會 因為二十幾歲的時候真的 認爲自己什麼都懂 你叫 媽媽你懂什麼啊 我比你還懂 每個小孩心態都這樣 不是只有我家的大方 所以我付出查案的代價 所以我現在還在付學費 我媽當時跟我講 她這些三個條件 她會講第一個是漂亮 第二個是 要大方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是要有責任性 責任性當然是最大的因素 要有擔當 要有肩膀 敢做 敢當 我覺得年輕的女孩 我們會誤會 覺得說這個責任感 只要她留在家裡 然後不要花天酒地 就是責任性 也不是喔 有一些男生 他必須要應酬 他在外面很活躍 但是他是有責任性的 有一些男生 我看過也是完全就是 好像宅男在家裡 喔他好乖喔 他不嫖不喝 不酒不賭 他只顧著他自己看書啊 看手機啊 玩遊戲啊 那更糟 可是他雖然人在這裡 但是他的心 他整個心 他沒有這個 為家庭付出的責任感的心 不在 在他自己的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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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